这是第一世纪以来 教会历史其中一段最令人兴奋的日子 全世界一个接一个的民族都传来了复兴的消息 我们看到灵魂的大丰收 在过去悔改归主进天国的人中 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是新近二十年才相信主耶稣的 而这个大复兴的核心关键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圣灵大能的浇灌 是圣灵的失禁 要带来这样的突破 关键就在于圣灵禁 教会增长的专家告诉我们 基督教教会增长最迅速的 就是五旬宗派灵恩的教会 他们分布各地 但都是相信说方言 相信可以运用圣灵的恩赐 在事实上 今天全球大概已经有五到六亿五旬宗派灵恩的信徒 而且这个数字还不断的急速增长当中 神迹奇事非常的普遍 因此许多人认识主 接受了耶稣 教会增长的专家告诉我们 有超过八成的非信徒 后来认识耶稣基督 还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 他们都是经由相信圣灵大能的教会而信的 所以今天啊 我想要指出《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 透过这段经文呢 你就会明白这个影响力 以及神要透过他的教会所带出的意义 还有所带出的目的 《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 耶稣向门徒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啊 我快离开你们了 我要升到天上了 你们却要留在耶路撒冷 直到得着能力 门徒当时问了他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第六节是这样说的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啊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啊 想想当时发生的事 当耶稣还在门徒 和以色列人中间行走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以为他那个时候 就把神的国带来了 他已经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了 百姓们都以为耶稣为保五千人 一致生来就瞎眼的 就以为神的国一定是现在来临 耶稣可以推翻地上的国度 罗马帝国 然后呢 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度啊 可是 耶稣啊 一直在提醒他们 还不是时候啊 我必须要先回到父那里 然后我才会回来 但你们不要恐慌 我留下平安 也留下圣灵的能力给你们啊 但是可惜的是 经过三年与耶稣同行 又与耶稣同时 门徒仍然有这种思想上的障碍 以为耶稣呢 从此不会离开他们了 又以为耶稣 马上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啊 从这段经文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见到三种属灵的成熟度 首先在第六节 你会见到一种平眼见的信徒 他们相信 神的国现在马上就来了 他们希望能抓着这个国度 就像玛利亚 当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 抹大拉的玛利亚 用手臂绕着耶稣的腿 然后说啊 耶稣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可是耶稣说啊 你不要拉着我 我们希望现在见到神的国 一切现在就要成就 没有疾病 没有痛苦啊 现在呢 就有一切的福气 这是平眼见的信徒 哦 我们都喜欢神 成就一切 我们特别做祈求的事情 只要我们一求呢 神就马上成就啊 许多信徒都是这样的 只要他们凡事顺利就侍奉神 因为都是想要得到福气 要是神答应我的祷告 供应我需要 然后我就会侍奉他 但稍有延迟 怎么了 如果出了状况 那又怎么了 如果要我们去攻打仇敌魔鬼 打鼠灵的仗又怎么了 第七节 带出第二个层面 在主里呢 第二种的成熟度 服侍主 是凭信心 不是凭眼见的 第七节 耶稣对门徒这样说 不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时候 日期 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学习信靠我 信靠我的话 我会再来 在世界各地经常唱这首歌 信靠耶稣 何其甘甜 抓他话语 做把握啊 在神的时间里面 他造万物是何其的美好啊 我们相信 神会一致 如果不是历史得一致 我们仍然仰望神的荣耀 全新的信靠神 因为我们知道 神掌管我们的生命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这就是信靠啊 耶稣对多玛说 那些看见而信的是有福的 但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更有福的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信靠啊 耶稣说 相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相信我 锁定的时候日期 你们不知道 但一定会发生 耶稣不是停留在这个信靠的层次 他呢 带我们进到第三个层次 就是敬拜 你会说 林牧师啊 为什么你说第八节是敬拜呢 因为第八节 论到从领受 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啊 稍后我会分享圣灵禁 是如何去得着能力的 可是今天呢 我想集中来说的是 圣灵禁是一个打开敬拜的恩赐 因为说方言就是向神来敬拜 说方言不是对人说话 而是对神说话 神期望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啊 所以我们是超越眼看的层次 我们也是超越单单信靠神的层次啊 说主啊 有一天总必成就 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求 我呢 就拆圣灵 与你们同在 比祷告蒙应允更好的 岂不是圣灵的大能 圣灵的同在吗 因为圣灵可以释放我们 圣灵也可以加我们的力量 圣灵可以赐给我们 树灵的恩赐 圣灵呢 还可以将神的方法 和神的旨意指示给我们 提升我们敬拜神的心啊 而在第八节中 耶稣期望提升门徒 进入一个全新的敬拜层面 我们爱神 只是因为我们爱神 而不是要祷告蒙应允 也不是凡事要按我们的意思 而是我们无条件单单的爱神啊 神啊 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神就对我们说啊 孩子啊 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出于我的恩典 所以我爱你 不是因为你配得 只是因为我爱你 我差我的独生儿子来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又将我的话赐给你 赐给各种各样的福气 又赐给你生活上圣灵的能力 你看 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爱的关系啊 许多人 是基督的肢体 蛮有力量 蛮不错的侍奉 结果有时并不是那么的好 反而有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 觉得自己很不对劲 甚至发烧 带着病痛来侍奉时 却有神奇妙的高模 因为我们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单单的在侍奉神 效果就会好 生命就会被改变 人被拯救啊 因为当你活在这个敬拜的层面 你的侍奉就会跟以前领受的截然不同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层面的敬拜当中呢 我们可以击败魔鬼仇敌 打美好属灵的仗 许多弟兄姐妹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竟然忘记了去敬拜神 以致他们沮丧 感到非常失败 因为他们感到持续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但当我们学会赞美神 学会真心的敬拜主 就能得着释放了 所以今天 我想指出 敬拜 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中 不同的工作 这两者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想指出 圣灵禁是那么重要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那么的重要 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我想向你指出 这一切是怎么样互相关系 牵连的 一章八节里有四个主要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能力 必得着能力啊 耶稣应许将属天的能力 赐给我们 而能力呢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Dunamis 这个字后来演化为英语的发电机 是一种不断扩大扩大的能力 也是耶稣基督震撼第一世纪的能力 以致全世界呢 开始认识了神的荣耀啊 这并不是英语世界里 一般用来指炸药这个字啊 因为炸药呢 是大爆炸一次 然后就完全没有了 我们所说的能力 是指不断的生发神的能力 贯穿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而这个能力呢 同时能用圣灵各种的恩赐 来装备我们 各种的恩赐 就如同行义能 医病 辨别株灵 赶鬼等等 都包括在这种能力里面 也是呢 借着这种能力 使我们得胜仇敌 以及消灭黑暗的势力 还有作为啊 第二 就是有能力去做 在原文的字面上啊 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成为 圣灵禁不仅可以帮助你 去为耶稣来做见证 还有去帮助你分享自己的见证 神呢 还期望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要成为他的见证 所以成为这个词 我也会用成圣来代替 成圣这个词主要的意思啊 就是神把我们分别 圣洁这个词原来跟成圣这个词是一样的 就是分别的意思 神呢 他将我们分出来归他 分别我们来侍奉他 也分别出我们的侍奉 所以我在这里就用成圣这个词 好 第三 就是见证 神 他赐下恩赐 浇灌他的灵 使我们分别出来荣耀他 作为他的见证 好了 为了要成为他的见证 我们呢 必须要明白神的荣耀 这节经文第四个意思 我认为整个段的重点就在于敬拜 我相信这就是圣灵禁 以及圣灵大能所要突出的要旨 许多年来 我们五旬宗派的弟兄姐妹们 都错误制造了分歧 我认为啊 就是关于成圣和圣灵禁之间的分歧 在1800年 人们普遍认为成圣就是经历了第二重恩典 当你得到圣灵禁的那一刻的时候啊 你就马上成圣了 唯一的问题是 人们不知道该要如何达到圣洁 或哪一个人已经达到圣洁 一直到了大概20世纪左右啊 圣灵浇灌在美国的亚苏撒街 浇灌在韩国 浇灌在意大利 以及世界许多民族中间啊 神呢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 而人们就开始说出别国的方言 是圣灵赐给他们的 那个时候啊 我们开始说 说方言不等于成圣 说方言呢 它是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啊 我今天准备要提出一个更加整全的观念 我要提出的是 不错 圣灵浇是从上头而来的能力 但是圣灵浇也是一个成圣的经历 在这个经历里呢 神将我们分别全部出来归他 而这个经历呢 也帮助我们来敬拜神 以致我们更有能力为神的国做见证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圣灵浇 还有为什么相信圣灵恩赐 并且说方言的教会 它会在世界各地增长得那么快 首先呢 我们来谈谈从上头而来的能力 我们相信说方言的恩赐 是给每一位信徒的 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呢 所有一百二十位信徒都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当群众问彼得 这是什么 彼得说啊 这是圣灵的浇灌 浇灌在男人 女人 老年人 少年人 所有的人身上 事实上呢 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彼得是这样说的 彼得说啊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回应了他们的问题 这是什么呢 这圣灵的浇灌 说方言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彼得所说的 他引用了 约尔先知的预言 这个应许 同样要临到 你和你的儿女身上 神要将他的灵浇灌给你 给你在圣灵里施进 经历从上而来的能力 知道吗 有些人说 说方言 只是外在的记号而已 而得着力量 是在里面所发生的 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 外在的记号 是与恩赐本身结合的 这个记号是能力本身的一部分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能力的源头 到底在哪里呢 并不是因为 只要我说方言 就比其他人更有能力 而是因为说方言 说方言的最核心 就是敬拜神 这是接上了源头啊 就像一个电力的插头 如果说你把插头给拔掉了 那些电器呢 就没有用了 可是当你插上电源 电力就可以通行到电器里面 同样的道理 神给了我们一个超自然的方法 就是神圣灵的恩高 领我们超越本身的能力 去赞美神 尽心尽性 尽力尽力真诚来敬拜神 在灵里来赞美神啊 因为他的灵感动我们的灵 去敬拜我们的主 就是因为这样 圣灵尽就因为我们有能力 讲说出属天的语言 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啊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 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那河已经在那了 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 现在是时候 要启动你里面的那个能力 在灵里说出对神的赞美啊 我们在理性的层面上明白 但我们敬拜神 不单只用理性 而是在灵里敬拜 当神的灵触摸我们的灵 就能够帮助我们 按着圣灵的引导 超越当时所设身的处境 提升到我们赞美神的层面啊 敬拜帮助我们超越 我们困难和环境 见到神凌驾于我们的难处之上 见到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何等的伟大 还蛮有能力啊 无怪物诗人说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就是进入至圣所中 见到神是何等威严可畏 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功 你看 敬拜就是接通源头 带我们超越个人的理解 超越理性的层面 和我们个人的眼光 敬拜呢 带我们进入赞美神的层面 无论说当时 这个环境是如何 敬拜呢 也带我们进入与神 更亲密的关系里面 是我们能够得能力的关键 敬拜加给我们力量 敬拜神呢 就是尽情的赞美他 圣经说啊 那说方言的 是讲说神各样的奥秘 他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我要用灵来祷告 也要用悟性来祷告 我要用灵来歌唱 也用悟性来歌唱啊 所以这是指到敬拜 当我们开始亲密的来敬拜神 说方言的时候呢 你知道自己所说的 方言内容是什么吗 圣经说啊 我们现在是讲说神的奥秘 我们是讲说神伟大的属性 神的荣耀在过往世代中 所隐蔽的 现在却在我们的生命 和教会中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是讲说 神的奥秘正是荣耀神 我们见到神的丰盛完满 正是得能力的由来啊 敬拜帮助我们超越 地上的每一个环境 使我们来到天上神的面前 要知道 以色列人出去打仗 是谁最先上战场去呢 是以色列的石斑 他们唱赞美神的歌 在出战的人当中呢 营造一股力量 使战士们能够奋勇作战 即使说啊 现在我们敬拜神 也能够将我们带进 神的同在当中 然后瓦解 仇敌的攻击啊 我们需要同样学习 用歌曲来敬拜神 我们用灵歌唱 有人会问啊 什么是在灵力歌唱啊 啊 就像是 说方言 只是配上音乐 唱任何的调子都可以 因为用音乐敬拜神 能够带出惊人的能力 我们聚会 崇拜时 为什么要用敬拜来开始呢 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预备好心灵 来聆听神 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要知道啊 圣经说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不仅是我们学过的歌曲 而是神 及时放在我们心灵上的歌曲 使徒保罗也曾经勉励我们说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新和的赞美主 他是说到啊 我们可以在灵力神的面前唱歌 要蛮有活力的 蛮有生命力的 做神 要我们做的 就是这样啊 敬拜加我们力量 圣灵尽在我们这 加我们力量 我们知道 有一个层面是超越自然界 一个超越的界线啊 单信靠神 有一天要成就 哦 敬拜的层面啊 将我们历史 带到神的同在当中 现在就临到你的生命里 神已经在这儿了 神正在你的生命里做工啊 敬拜不仅加给我们力量 敬拜呢 他是成圣啊 圣灵确实不错 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神 我恐怕我们那么多年来 对圣洁的定义 已经完全给扭曲误解了 以为圣洁是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的 不许做什么的 朋友啊 如果圣洁是这样 那么埋在土里的那个 才算是圣洁 因为他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他不能够撒谎 不能够骗人 他不能够犯奸淫 因为他已经死了 圣洁不是这样的 圣洁是知道神是圣的 然而呢 他还邀请我进入 他的同在里面 这是何等的奇妙啊 耶稣邀请我们 与他同在 然后享受言习 我无用的罪人 我是软弱又常常失败的人 耶稣却说 我见到了你的潜能 我看到一个可以改变的生命 为天国所用 我就说 主啊 我多次使你失望 可是在敬拜里 我发现神接纳我 看我就如同一个清白的人 然后我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满心的敬畏 我要回应我的神 我说啊 哦 主啊 我是真的不配呀 但无论如何 我只是想爱你 只是想侍奉你 所以我在这里会用圣洁这个词 我们对圣洁有许多的误解 可能以为圣洁就是我们永远不再生气 我们永远不再有不好的歪念 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再跌倒 这不是圣洁的意思 圣洁的意思呢 是分别我们来侍奉 神加我们力量 不只是给我们力量而已 他还要分别我们来侍奉 他分别我们出来 是为一个很特定的目的 以致我们在恩赐的侍奉上 能有果效的服侍众之体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为神的荣耀 去接触这个世界了 看到吗 这个能力 它是有目的的 当我们全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呢 神就赋予了我们能力 我们中间或者有失败 很人性 但敬拜能够甚化 因为圣洁的神他说啊 没问题孩子 没问题啊 女儿 我知道你有的时候会跌倒 但是呢 我比你的失败是更大的 我甚至可以使用你的失败 为了神的国度 而把它转化为益处啊 在我生命的实际体验 每当我感到对不起神 就会发现神 他是丰收的主啊 他甚至可以使用我明显的失败 带来他的名得荣耀 有一位年轻人 当我在美国三藩市幕会 他说在他中学的时候啊 他三年来向一位朋友传福音做见证 可是那位朋友呢 一直拒绝接受主耶稣啊 可他不是个失败者 他继续忠心的做见证 一年之后 那位朋友写信给他说 谢谢你给我做的见证 我现在呢 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了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 每逢见到人 我就会争取机会 为主来做见证 甚至投稿到学校的报坑上 跟人分享侍奉耶稣的喜乐 可是我感到很失败啊 因为没有多少人回应 可是后来发现 我们学校报刊的一位编辑 他竟然归信了耶稣基督啊 他说信主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有力的见证 确信侍奉神 使他那个时候啊 很羡慕我能够为神而活 可见敬拜帮助我们认识神 他可以将我们的失败化为益处 使神得到荣耀啊 当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神要重整我们生活的次序 如果我们生活上某方面需要洁净 神他会启示我们 啊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 人们将神的能力 和神的圣洁给分开了 这种想法带来何等的不幸啊 能力和圣洁是一起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他并不会做事不理我们的罪啊 如果说我们以荣耀神 为我们生活的首要优先次序呢 那么假如我们在生活上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神他就会来洁净我们 使我们的见证更加的有能力 我甚至啊 见过了信徒领袖 在道德上跌倒 或者是在金钱上跌倒 非常的可惜 就是因为不晓得 他们是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我们要重整日常生活的 优先次序 而且呢 我们还要重整 我们祷告生活里的优先次序 海格德牧师 牧养的教会增长非常快啊 他说我们所有祷告都是由某些事来主导的 许多人的祷告是由自怜来主导的 就是经历过的一切痛苦还有伤害 另外呢 有些人啊 则是被过去所主导 生活上 呃 所遭遇的不公平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又有一些人呢 他们受着将来的焦虑和担忧所主导 我怎么样养活我的家人 我该怎么样的来供养 我该怎么样解决这个情况 摆在面前的挑战和人际关系 但是他说啊 我们需要让圣灵来主导我们的祷告啊 有什么比借着赞美和敬拜圣级的神 更能让圣灵来主导我们的祷告呢 请再留意主导文 这是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模范啊 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 你是在天上父亲 你的名为圣 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寻求他的国 我们想要荣耀他 我们在圣洁的神里面之后 他就释放我们 有能力为自己的需要来做祈求啊 如果你翻开罗马书十二章 你会看到开头两节经文 使徒保罗劝勉我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此外呢 又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你看啊 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 这就意味是圣洁的 这是在敬拜中献上的 要是这样行 我们就开始运用圣灵恩赐 彼此服侍 跟着呢 你就有罗马书十二章 以后的恩赐运用了 如果你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你就要专一的去做 还有其他的恩赐啊 所以我们侍奉神 首先要做的呢 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然后我们才能够得能力去服侍其他的人 然后我们用圣洁的眼光就可以刚强壮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正直的男女 我们明白神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了 我们侍奉他不再为得人的称赞 我们侍奉他不再出于自私或者是错误的动机 我们侍奉因为要侍奉他 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 敬拜是圣化 而在这圣化的过程中 神分别我们出来 在基督里四下恩赐 在基督里让我们服侍 神分别我们出来 要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来侍奉他 当我们敬拜神 神就洁净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 我们见到敬拜怎么样加我们能力 圣化我们 现在呢 你要知道敬拜是我们荣耀主最大的一个见证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神的智慧 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 怪不得 教会增长的专家们告诉我们 敬拜大概是教会增长和步道的最重要因素 因为当我们敬拜神 我们就会见到了 神他是全然美丽 全然荣耀啊 他要在我们生命 所做的一切 敬拜冲破我们生命中层层的乌云 敬拜告诉我们 我们有能力来克圣邪恶 我相信敬拜啊 可有四个方面使我们去荣耀神 并且见证神 并且见证神的荣耀 你也知道有些人呢 不是做见证去荣耀神 而是去见证自己的情况有多为难啊 有些基督教徒 中日是愁眉苦脸 看上去啊 就有自伤自怜的 有心里愁烦的 有一派信不过人的表现 他们哪里是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他们哪是传自己生活经历上的祸音呢 曾经有一位在美国神学院里的院长说啊 人们只知道福音的字句 他们需要听音乐 敬拜帮助我们见证荣耀神 因为你知道神是何等的伟大 我相信敬拜作为见证去荣耀神 有四个方面 这也使我们见到人生命得改变时 会蛮有能力的 第一点 敬拜就是推动步道的原动力 你知道吗 能带领多人归主的 大多是新信徒 为什么 因为主里的经历都是新的 他们很自然 很容易的就有很多机会 与非基督教徒接触 每次来到教会 耶稣都那么好 神对他们那么好 又有神机出现 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 他们都好兴奋 心而又心 在教会中啊 如果真心相信敬拜的大能 每当神的子民聚集一起的时候啊 就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真实 和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心事啊 我可以幽默地说 这就像不断得救似的 请不要误会我 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 不需要一个礼拜得救 一个礼拜退后呢 然后再得救啊 我所说的是救恩所带来的新鲜感 在那里经历到神的更新 使我们很想向人做见证 逼切地来告诉他们 哦 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啊 神改变了我 神听祷告 神真美好啊 所以 我说第一点 敬拜就是步道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当人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看到你们是真诚的爱神 和敬拜神 他们会说啊 哇 这些人非常的实在 虽然我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啊 可是这些人呢 很实在 因为他们生命改变 他们非常的快乐 他们很爱神 信徒的生命应该是个庆典啊 著名的社会学家 和传道人甘普路说啊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派对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庆典 当我们为神的美善 来欢欣庆祝 这就成为我们步道的推动力量 第二点呢 敬拜见证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宣告神掌管人的生命 你去到了一所医院 就会看到许多有病的人 你会安慰有需要的人 你也会尝试向人来做见证 宣告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得胜 宣告神在他们的身上得到荣耀 说神啊 我们不容许撒旦在这里 有任何的势力和搅扰 我们要在这里 宣告神是美善的 神也要动工赐福人 人可以有神的同在 要用说话来祝福他们 用行动祝福他们 我们做见证呢 是要神的荣耀 因为哪一件事可以消除黑暗呢 因为你也记得 历史历代的征战中啊 神的荣耀是与邪恶的国度 互相在对抗的 当我们高举神的荣耀时 那邪恶就必逃跑了 我们要来宣告 到底是谁在掌管人的生命 第三方面 敬拜可以怎么样见证神的荣耀 就是在我们侍奉的领域里面 神已经将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些人他给多点 有些人他给少一点 但没有问题呀 只要我们忠心使用神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就行了 当我们运用恩赐时 可以宣告啊 神你呼召我装备我 你呼召我 你也知道我的软弱 但你仍然用圣灵加我力量 现在呢 我宣告你的得胜 你在我侍奉的领域上 我影响的范围里得到荣耀 我宣告你在我的家里得到了荣耀 在我办公的地方也完全得到荣耀 我宣告你在教会中 以及我服侍的事工里也得到了荣耀啊 因为当你认识那事工 就知道该如何具体的祷告 你甚至可以宣告神的荣耀 在那些反对你的人身上 当他们体验了神的荣耀之后呢 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了 我们侍奉神必须见到神的荣耀 而不是我们的软弱啊 如果我们看自己 就会非常的失望啊 但是如果我们看神就会说 神啊 你要建立你的教会 你的荣耀大过这一小撮反对 或不了解的人 你的荣耀比这些更大 我要来凌驾他 当人们看到你能够凌驾了 这些的困难 凌驾这些错综 不杂的情况之后 他们就知道 你已经大大的得胜了 第四方面 敬拜可以怎么样见证神的荣耀 就是你开始进入超自然里面 你看 有很多病人在医院里 或者在家里 你可以踏上信心的一步 说 请问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把结果交神手里 你的责任只是将神的祝福 说进他们的生命里面 你在需要服侍的人中间的时候 你可以进入超自然里面 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 哦 神啊 我该怎么样来祷告 神就会指示你该怎么样祷告 或许是你知识的言语 能够呢 洞悉当中的情况 或者是洞悉那个人的需要 然后来祷告 也许你辅导某一个人 那你说 哦 神啊 我的智慧不足 但是我敬拜你 你满有智慧 你无所不知的 你是全能 全知 全智的那一位 你是无所不在的神 直到我所不知道的 请似我智慧的言语 来解决这个困难 敬拜呢 见到了神的作为 敬拜是全然的在倚靠神 所以说敬拜是可以见证神的荣耀 我希望今天分享这个信息之后 你可以明白更多更多关于圣灵禁的事 和圣灵禁究竟如何的重要 以及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接受圣灵禁 耶稣最先不是告诉门徒出去赢的是人 他说在耶路撒冷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然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你们要见证耶稣 你们见证他的荣耀 你要在耶路撒冷这片最硬土地 最大的反对势力成为我的见证 你们要在那里见证我 犹太全地甚至撒玛利亚 你们可以跨越文化的界限 甚至去到世界的地极啊 耶稣认为呢 他的教会必须是要有圣灵能力的教会 这正是为什么即使门徒 已经听他教导三年了 他还说啊 在耶路撒冷等候 即使向他们吹了气 还是说你们要接受圣灵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我们要等候神的同在 接受神所赐的圣灵禁 这是何等的重要啊 说方言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经历 因为呢 那是与圣灵禁一起密不可分的 因为说方言的核心 就是我们灵里的敬拜 就是神的灵感动我们 兼顾我们的灵 分别我们出来侍奉他 也让我们的灵来见证神的荣耀 我想和你分享几个简单的步骤 然后我就为你们祷告啊 因为在你们当中呢 也许有人正渴求得着圣灵禁 你希望多得圣灵 你越多求得着 神就越多给你 我认为当你接受主耶稣 成为你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 只管说 耶稣 我要你为我预备的一切啊 然后呢 宣告你在主里的身份 记得圣经说 从我们腹中 就是我们生命的那深处里 要流出火水的江河来 圣灵与你同在啊 甚至你得救的时候 已与你同在啊 曾经有一次 有人问杜普雷西 这位伟大的人物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 带领灵恩复兴的突破 他甚至呢 曾经是教宗在梵蒂冈演讲时 被邀上台的席上课 他还向罗马天主教方面 阐释有关圣灵的大能 他也纵横世界各地 和美国参与重要的研讨会 他曾经对一位长老会的弟兄说啊 我不是也有圣灵吗 杜普雷西啊 就用这样愉快的口吻来说话 神赐给他的是一个谦卑的灵 以及圣灵宝贵的感动 临到他生命里 他说 我想你有的正如我有的一样 就好像一片肉啊 我们的分别 只是你的在冰箱里 而我的在煎锅里 差别就这样而已 要去启动神 神早已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能力啊 你看啊 这圣灵已在这儿了 在他有神一切的应许 和一切的能力 神借着使徒彼得 在五旬节当天 曾经这样说啊 你们必得着啊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首先宣告 我是基督徒 我要得着神 为我预备的 第二 我鼓励你 开始积极 热切地投入敬拜神 用你整个心灵 开放给神啊 作家约翰·魏斯里说 哦 千万口舌齐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哦 我真想赞美神啊 我的言语 太有限了 无论是中文 或者是英文 或者是西班牙文 无论什么语言 都非常有限 因为你的灵要超越 语言的限制 来赞美我主我神啊 哦 我真想赞美神 那就开始赞美吧 因为如果说方言 是敬拜 而敬拜是赞美 就开始赞美神 让他完全的释放吧 感谢神一切的美善 并且开始思想神的属性啊 说方言 就是关乎到神的奥秘 当你开始荣耀神 就会被神的美善 所包围 所覆盖 好 第三 开始踏出信心一步 敬拜是用语言来赞美 不必要用完整的句子 也不必要长句子 一连串的音节 如果神将一个字 放在你的心里面 可能是单音 或者是双音 你只管把它说出来赞美神 圣经说啊 他们按着圣灵所思的口才 可见呢 这是神和人共同的合作 神的灵 感动你的灵说出来 按着圣灵所思的口才说 有些人以为 如果他们想要得着圣灵禁 就必须要安安静静的等 紧闭双唇 不要说话 不 这是神人共同的协作 神感动你说出来 像赞美神 所以当神开始给你一个单音 或者是双音 这是赞美的语言 比如说啊 你不晓得英文 那你只是说啊 Prize God 听起来只有两个音节 可是懂英语的都会说啊 这个句子完整 这已经是语言了 你有动词 还有那动词的受词 You praise God 就是赞美神呢 要知道 当一对年轻情侣 在约会的时候 他说 我爱你 当中只有三个音节而已 可是也是语言 说方言是一种赞美的语言啊 所以当神感动你 你就会按照圣灵 所思的口才说话 可能你会结结巴巴的 有的时候 当神开始掌管你的舌头时 你就会开始说单音 或者是双音 神给你什么话 你就说什么 用信心把它给说出来 你天上的父明白你在灵里的渴望 你渴望敬拜神 渴望要荣耀神 那你就开始在心灵的深处敬拜神 如果神给你一个单音 或者双音 或者什么的 你只管把它给说出来 当你开始说出来之后 就忘掉你的母语 用着别国的方言来敬拜神 无需要有所挣扎的 事实上现在 就是现在 你可以向圣灵打开你的心门 不要受理智的疑问难阻 圣灵的大能和圣灵禁 确实是为你而预备的 也为你们的儿女 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所预备的 我记得 而使徒保罗他说过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要多 因为我需要受造就 来建立我个人的灵性 我需要这方法来敬拜 因为我生存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敬拜神 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心门 来接受这圣灵的敬礼 并且开始说出神赐给你的言语 我现在为你祷告 神的同在在这儿是真实而有大能的 请低头跟我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我现在为每位收看这个节目的人祷告 求主用你的同在和圣灵的大能 来覆盖他们每一位呀 求神呢 帮助他们启动在内心里面的那种能力 神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好使他们能够开始说出这奇妙的恩赐 也好让我们来敬拜神 这恩赐能开启圣灵其他许多的恩赐 因为神的灵感动我们的灵 让其他各样的恩赐也能容易的运行 因为我们打开我们的灵 让神的灵感动我们 让圣灵充满我们 赞美你 现在就开始来敬拜吧 现在开口赞美神 现在来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 感谢观看